本以为很出名,没想到只身发现机场,既无一革命认出,很是尴尬。张岚新出生在北京,他不仅仅是一位国家跆拳道的运动员,而且还是一位影视演员,他有着一服修长挑摇的好身材,他那大长腿,足足有三尺四长呢,那所以被称为最美的跆拳道冠军,这样魔性般的身材跟他多年来跆拳道的训练是有关系的。 而且他常年专业的跆拳道训练,也获得了一身的好功夫,帅气利索到位的跆拳道的动作,这确实是让人羡慕不已的了。张岚新不仅仅是跆拳道的运动员,在国家对校里了十多年的时间,而且他还是一位影视演员。 他在退役了之后,被成龙给发掘了出来,担任了《十二生效》里的演员,而且这部剧在2012年12月播出来了之后,收获了高达17.7亿的票房。 这部剧里张岚新的精湛的演技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,很是吸引观众。 但是最近的这段时间,张岚新的几张,在机场拍摄的照片,却似乎是特别的尴尬的了。 张岚新之身一人出现在机场,里面穿着一件超短衫,外套着一件深色的牛仔衣,下身穿着牛仔短裤,露出一双又细又长的大腿。 这样的身材真的是无可挑剔的了,完全就是模特一般的身材,而且张岚新戴着一副超大的太阳眼镜,手推着行李箱,如此一副帅气酷臂的装扮,这么窈窕修长的身材,在机场这个人来人往的地方,既然没人能,够认得出来这是张岚新的真容。 这下尴尬了吧,真的是打脸了,张岚新直身一个人手推着行李在机场上走着,身后空荡荡的,既然没有一个粉丝前来围堵的,机场这个地方,本来就特别的宽广,而且是人来人往的,既然没人注意到张岚新,看到张岚新背后空落落的样子,好凄凉的样子,也是让人一点心疼呢。 而且从照片上看,张岚新还是面带微笑的,但是依旧没人认出来,张岚新原以为自己下飞机会有不少的人认得出来自己,哪里料到一个人也没有,不得不说,这尴尬怕还是没谁了吧,各类小组你们能认出来,这是张岚新本仙女吗?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,如有请全请联系删除。 请联系删除。